每年这个时候都去西雅图安置新生 去年因为疫情没有去 那么时隔两年又踏上旅途 心里还是非常的激动 机场与以前一样的繁忙 只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机上也基本上是满座 我称的是下午飞机 大概七点半左右到达西雅图 两个小时之后 有两位新生也到达西雅图机场 我会在那里接他们 把他们送到寄宿家庭 西雅图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在它周围有三个国家公园 那么看到下面有秀丽的山川 就已经知道西雅图快到了 飞机降落的时候 正是西洋西下 有机会看到了西雅图美丽的黄昏 西雅图机场 特色就是这几架吊在空中的飞机 走出机场就上了去租车公司的大巴 西雅图机场所有的租车公司 都在统一的一个大楼里 非常的方便 这是预定的是七人座的minivan 但是租车公司没有车 在租车点等了一个小时 还是最后只能租了五座的SUV 那边两个学生已经落地了 所以急急忙忙地赶到街机的地方去找他们 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 所以就用手机跟他们联络 然后拼命地在机场里面奔跑去找他们 我先看出他来了 往那边去 我来帮你们拿东西 两位同学住在同一个基础家庭 这基础家庭是住在一个有门禁的大园里 非常的安全 住家非常热情 好像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 然后两个学生 你们的妈妈不母亲都叫我小心 或者你们毕业 两个学生都有兵质如归的感觉 你好阿姨 到达酒店已经是半夜12点多 这一天还是非常顺利 后面还有七天的故事 会一个一个讲给大家听 好ra位 然后让他点身 别的才能 好 我便宜 第一天